一部网剧镇魂掉入行多年,不而不活得的朱一龙人气暴涨,仅占纯熟的演技与巨浪的外貌。 不仅让朱一龙收获了大批女粉,更是让她各种资源接到手软,然而人红是非多,一直自称是单身的朱一龙,走空后却被爆隐婚。 网友指出,朱一龙的隐婚的对象就是其大学同学徐子勋,小名叫笑笑,更有网友扒出两人间的许多微妙联系。 首先,朱一龙腾讯微博关注的十年中,又逆称为开脸的用户,疑似徐子勋,而开脸关注了一位逆称为孙奎的用户,疑似是朱一龙的妈妈,而孙奎关注的大多是一羡慕婴儿一类,也让人猜疑两人是否已婚,有生娃打算。 有网友,2014年在贴吧向朱一龙提问何时结婚,朱一龙在回答不知道后将该贴删除,两人也被爆出有同款与荣服,疑似情侣款,从侧员看徐子勋还蛮漂亮。 此外,网友还把朱一龙与徐子勋的席,骂拉马FM,和大众点评所用的头像相同,疑似徐子勋的大众点评账号经常点评, 本正是朱一龙最爱吃的火锅,而粉的朱一龙多年的粉丝突然脱粉,取关朱一龙也让人不解。 朱一龙走红后就一直冲吃着有女友的传闻,而对于这些传闻,粉丝也是十分淡定,好像早就知情。 还有网友指出,朱一龙曾关注女方微博账号,之后被保持单身人设将其取关。 朱一龙曾在女方生日,前一天在其空间留言。 两人还一起组队打游戏,而朱一龙与徐子勋两人,对Facebook也用的是情侣名。 而朱一龙喜欢爱根廷队,徐子勋的推特头像,也一直是爱根廷修复显真。 至今没变,对于隐婚传闻,两人没有正式回应,也许只是不想被带少。 好。 感谢观看